周機長 還有各位議會的嘉賓朋友 各位先生女士 還有媒體先生 首先 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麗麟這邊來給我們主導 非常高興能夠代表台鐵集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今天這個出行車集到今天已經有七年了 我發覺到觀光集一臉半的比一臉精彩 一臉生動活潑 讓我們台鐵在這一次的配合活動裡面 感到非常的光榮 這一次我們特別把普洋馬請拉出來 特別做採運歐雄做財惠列車 我相信這個在今年的財惠列車裡面 應該是一個文豪一個亮點 畢竟會吸引很多理貨來搭乘以外 就會造成鐵路民的追折 應該是在這今年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在這邊跟各位大家報告一下 可能大家有的還不是很了解 報告今天好多的旅行業有同仁在這邊 台北其實從99年配合自行抽錢 以後我們把幾關號抽箱15輛改成輪抽同行 也就是說抽出前半段是放腳踏車 把你現在的腳踏放在那邊 離準坐在同一個抽箱的後面 你可以輕點看到你的腳踏都不會被碰撞 不會被被拖 所以這個有15輛 那另外台鐵也把早期的普洋扣車 8輛改成住行車的專用抽箱 那這樣102年以後 我們就引進了一批800型的區間抽 那總共目前有43組 那在這43組裡面 我們把第一抽分第8抽 我們有每個抽箱有同時四個位置 住行車位頂 就愛好住行車運動的可以去搭乘 四三列 幾乎每天在台灣全省 大概都有看到它的中原 然後在抽箱旁邊有一個 腳踏的時候有800型 有符號 在抽的部分 大家看了就很親自 那台鐵也為了這個活動 我們就把鐵路加上鐵馬 一個頒翅的推車 每天大約都有頒翅 尤其是假日服 就有很多像七十二次七十四次的 的列車開到台東去 就是掛一些人抽同行的抽箱 那也歡迎大家能夠來搭乘 那相關的親近信息 去看我們台鐵的網站 裡面會有很多 哪個抽式哪個抽箱 有比較掛這個 包括藍尾都有 藍尾其實其他也非常漂亮 那台鐵搭乘 配偶搭乘這個鐵路加鐵馬的活動 就是希望是說 住行車的活動不是只有 青少年朋友一個的專利 那像長老子的小朋友 都可以來搭火車 到達一個景點 那台灣到處都是好山海水 那住行車到達也在最近幾年 交通部的大力推動之下 也都相當的安全的速度 那大家到現場去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勞累 提到那麼典型去 大運氣就起了 你只有親愛的腳踏車 再繞一切再回來 又十五又快樂 那這邊歡迎大家來 多多給台鐵多指教 那最後在這邊祝今天的活動能夠 今年的二零七年住行車節 能夠一系列的活動能夠成功順利 那也在這邊祝大家 很順利健康 萬事之一謝謝先生 謝謝 謝謝和夫妻乾